這之前那一個他們的文宣 不是說在考慮要震慎副主席嗎 副主席的名單有點到蔡壁如嗎 好像沒有吧 有點黃國昌 有點黃珊珊 還有點吳馨宜 現在你說蔡壁如回來 當中央委員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那副主席 如果黃國昌當副主席 如果黃珊珊當副主席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就是說蔡壁如的角色 到底是柯文哲要抓回來 究竟看管還是要全力制衡 我問號 我現在是問號 第二個就是說 黃珊珊是回來牽制 還是柯文哲搞全力平衡 鞏固自己的位置 問號 我一直打問號 我不認為說蔡壁如回來 是一個黨內裡面要去搞黃珊珊 或是要去搞這個黃國昌 因為蔡壁如他有一個個性 就是他有時候講起柯批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人跟他說過說 啊私底下你不要講 蔡壁如經常回一句話 我講的是事實 我講的是事實 所以某些程度上面來看 民進黨未來是內鬥 還是蔡壁如被叫回來究竟看管 柯文哲到底在想什麼 其實他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尤其是黃國昌到現在還沒就任 他的聲音講得比誰多大 他的講的聲音比誰多大 就套依據Grace說的 民眾黨在乎的可能流量 剩餘職位 那何文哲未來立法院 從二月一號開始合眾連橫 黃國昌他們的聲量一定會大漲 尤其是黃國昌跟柯建民吵架 那大家多想看 叮叮叮叮 對啊 大家都想看 光那個YouTube或是什麼 你看他多想看 草野協商的時候 大家都想看 那個柯建民跟黃國昌又怎麼了 所以到最後到底柯文哲 把蔡壁如找回來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整個民眾黨裡面 在未來人事規劃裡面 根本就還沒有想清楚 不然不會又有副主席 中央委員這種軌跡 這麼亂的一個軌跡在走 我覺得這個某種程度上 並不太正軌的程序在走 正軌的程序在走 那當然 你說依照 你要設副主席 那依照大家的想法來說 副主席應該是柯文哲指定吧 對 比較合理 對不對 柯文哲指定嘛 那柯文哲指定誰 誰可能就會壓過蔡壁如啊 如果是副主席是蔡壁如其他都不是 那蔡壁如可能就變成壓過他們啊 所以這裡面到底柯文哲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民眾黨自己大概都還沒有想清楚 不然不會這麼混亂 嗯嗯 MING